Hey baby cars 今天的影片我要來分享的是 L'Oreal Paris 號稱開架控油王的 24小時橫霧無油濾粉底的實測心得 夏天真的是我們遊擊的惡夢 出油脫妝土石流漾漾來 尤其是對於機車族來講非常的殘酷 你戴那個安全帽 然後流汗 頭髮黏在臉上 崩潰 所以好用的粉底真的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那L'Oreal Paris這款粉底 它不論是遮瑕力 控油持久度 服貼度 我覺得都非常有專櫃的水準 在歐美熱賣這麼久 你不是沒有理由的 它在我心目中的第一位其實是有打扮一款非常有名的 專櫃 霧面 高遮瑕粉底 就是大家都非常愛 但是我怎樣都喜歡不起來的 專櫃粉底 那通常大家聽到高遮瑕力 最怕的就是 那會不會很厚重 但我覺得這款不會 它的粉底非常的輕盈 算是我用過的霧面型粉底裡面 非常薄透 清爽 沒有面具感的 OK 那我接下來就要實際上臉實測這款粉底液給你們看 那我現在臉上是已經上完妝前保養跟防曬的部分了 我就要直接用這款L'Oreal Paris 24小時 橫霧無油濾粉底液 我用的色號是101白西色 點在臉上 那我要選擇用海綿美妝蛋來上妝 用海綿上出來的妝感會比較呈現出柔霧奶油肌 很輕盈薄透的妝感 但又不失它的遮瑕力 你可以因你的喜好決定要不要再層層堆疊 達到更高的遮瑕力 那其實根據品牌的說法 這款粉底液 如果你用海綿上妝的話 控油的效果會比用海綿更好 因為海綿會吸收部分的粉體 會把裡面的稀油粉體吸走 所以上出來的妝感會是比較柔霧 更保濕一點的 自然一點的妝感 那如果你用手指上妝的話 就可以把這款粉底裡面的稀油粉體均勻地覆蓋在你的皮膚上面 就會更控油 其實會更適合油肌 但是因為我自己個人是偏好用海綿 就看你的上妝的個人喜好 那這就是上完一層的妝效 是非常自然 完全沒有厚重面具感 那我現在就用遮瑕稍微遮一下黑眼圈之後再回來定妝 那接下來定妝 我的T字不會跟眼下 我要用橫霧無痕隱形蜜粉餅 它就是這種白色透明的蜜粉餅 這款蜜粉餅它主要的功效是可以修飾撫平毛孔 你看這裡 就是油光瞬間被吸掉 然後撫平了毛孔 修飾掉 也有控油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是鼻子的毛孔跟鼻翼兩側特別粗大的人 我覺得你會喜歡這款蜜粉餅 好 那我剛才定妝完T字部位 眼下鼻翼兩側這些臉部中央的位置之後 我要用這款油光OUT很霧密粉餅 來定妝臉的外圍兩頰的部分 它是有顏色的這種膚色的粉體 是有一點遮瑕力的 然後這個顏色是100號白皙色 那因為我單獨使用這塊粉餅 對我來說還是有一點太深 所以我只會把它用在臉部的外圍 可以當作修飾的古銅粉 讓你整個臉部的外圍的輪廓更立體 那這就是我底妝完成之後的樣子 好 那我現在是已經完妝的狀態 我想順便跟你們分享一下我今天用的眼線 是這款24小時抗雲零濕手眼線液 它畫起來真的超級濃黑 而且很抗雲染 我很喜歡 然後它旁邊有附這個輔助片 可以讓你這樣子 畫眼尾的勾勒 就有點像用遲畫直線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畫眼線一直非常的有障礙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一支 我非常喜歡它 就是真的很濃黑 然後我今天的唇彩是 絕對迷晴鏡面唇膏的新色951 是一個看起來非常顯氣色的 紅潤 有一點偏莓果色的顏色 質地很保濕 是很夏天的那種 潤澤型唇彩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實測的部分 實測是我昨天拍的 因為今天天氣非常的爛 下雨很陰 昨天就是大晴天大太陽非常的熱 好 我們就進入實測吧 現在是下午2點48分 那我剛準備好要出門囉 開始4點55分 可以看到我的底妝還是非常漂亮 這樣 鼻子有點出油 就是有點奶油肌狀態 這是我今天騎車 我先騎車 這就是過了兩個小時的狀態 是非常漂亮 現在我們再過幾個小時之後 再來update一次 現在是7點43分 我剛回到家 非常的熱 額頭這邊都沒有掉 還是很完整 而且這邊都會摩擦到安全帽 竟然還這麼完整 非常厲害 看額頭的妝感 那當然T字部位 就是不意外的 有機震常發揮 那我們來吸油 用一張乾淨的衛生紙呀 我今天一整天完全沒有吸油 這是我第一次吸油 所以這是歷經五個小時之後 非常原始的狀態 這是大概吸油之後的樣子 可以看到鼻液其實還是蠻完整的 你們近看 眼下也沒有什麼很奇怪的極限 這點我覺得很滿意 好這就是五個小時之後的狀態 就可以說是非常的完整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那我現在要去吃晚餐 再過幾個小時 晚一點再來做最後一次的update 現在是晚上9點42分 其實跟我上一次update 沒有太大的差別 就是一樣T字 然後B1兩側點出油 就是有極正常發揮這樣子 那一樣用面紙吸油 吸完油就是這樣 真的底妝還是非常完整 你們看我這邊的頭髮都已經油到結塊了 就代表今天真的很熱 今天三十幾度 體感溫度應該有三六三七度 所以我覺得它的持妝力是非常厲害的 對油肌來講真的是有一定的控油度 而且用面紙吸油之後遮瑕力也沒有下降 OK以上就是我對這款粉底液的實測心得 一整天下來你們可以看到就是真的非常持久 就算出油了吸油之後 還是妝效非常完整 遮瑕力都沒有因此減弱 然後我記得之前有人問過我說 這款粉底液會不會暗沉嚴重 我自己是覺得不會 你們這樣看我一整天下來也沒有臉變得很黑吧 對啊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暗沉的問題 總之這款粉底液 我這個大油肌是給過的 我非常喜歡就是這一個月幾乎都是用它 如果你是乾肌或是混合肌 就是只有局部會出油的人 你在使用這款粉底液之前 你的妝前保濕一定要做好 或者是你可以試看他們家另外一款 24小時無瑕完美粉底液 這款它就比較適合乾肌混合肌 在夏天的時候使用 它也有一定的遮瑕力 然後我覺得再更保濕一點 那如果你油肌的話 我覺得你真的會很喜歡這一款 那如果你們這個夏天還在尋找一款 好用的控油持妝霧面型粉底的話 我真的覺得可以試試看這一款 OK那就這樣啦 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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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